不是很清楚我们要小孩的 所以当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 有不同的角色可以扮演 那也是一个很丰富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经验可以经历的更完整 没有我们都是非常感恩的 我说你们两个是爸爸妈妈求来的 是天使给我们的 你们是我们求来的 我们多么的想念我们 他好喜欢听 他怎么被生出来的 然后我怎么求的 他好喜欢听这一段 女生看到蟑螂会下个半死 余美人她则是毫不犹豫的将她给打死 大啦啦直来直往的个性 让人喜欢 某一次她飞机的时候呢 余美人认识了老公James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婚后他们经过多次的努力 终于生下了一对龙凤黑 因为得来不易 养育过程又历经了曲折 余美人的妈妈亲触动了很多父母的心 我想我儿子的状况比较特别 是因为他不能吃黑方奶 他必须吃母奶 他出生的时候有点状况 所以我就跟他讲 当时把妈妈吃多么的辛苦去给娘养母奶 然后有工程师妈妈的奶 有法官妈妈的奶 我说你要很感恩 你是多少妈妈养大的 说到了养儿育女 余美人总能够说出一套大道理 因为那都是他身体力行才领悟出来的育儿经 多少次他们也被孩子气到了面红耳赤 但那对父母不是在外过关斩将 回到家具有心甘情愿的 在孩子面前当个小兵呢 余美人从小在艰困的环境中长大 她知道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况 而如今的她是用智慧来选择 选择她想要的生活 余美人用她的故事说明了 不是不行 而是决心够不够 今天是年假的最后一天 欢迎明天各位继续call in进来 跟我们谈一谈这世界上不正常的事情 明天请继续收看不正常世界研究中心 拜拜